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欢迎走进冬奥会计在线的网络课堂 接下来我们继续给您讲解的 依然还是我们基础班里面的第二章 这是最重要的一章 没有之一了啊 第二章 其实企业所得税都没有它这么复杂 增值税法 我们现在讲到了 我们说增值税法一共是11节的教材内容啊 但是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三节 对吧 您还别小看第三节 其实我说增值税法 它就是属于那种头大脚轻型的 就是前头特别重要 第一节 那征税范围无比之重要 然后呢 第二节就是很简单了 就是给您分算什么叫大买卖人 什么叫小买卖人 对吧 对大买卖人呢 我们是细心的呵护 我们是好好的核算 小买卖人呢 就是放养师 对吧 散养 然后呢 我们呢 本讲呢 接着给大家讲的是第三节 第三节讲的是两个率 一个叫税率 一个叫征收率 那么其实我们在上一讲结束的时候 已经把税率给大家基本上就讲完了 您看给您讲了 我们增值税当中最基本的税率 13%的 然后呢 低税率是9%的 还有6%的 还有0%的 对吧 您看我们在上一讲结束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正好给您收到0%的税率啊 可能您还听的不是特别的明白 也很正常 因为真正的零税率的运用啊 它是我们第二章增值税法里面的第七节 要给大家讲解的 您看 我们在增值税法第七节里面 讲的就是出口和跨境业务 它的增值税的退免税和征税 这个退免税就是免提退啊 或者是免退啊等等 就是个零税率的概念 所以说您在这学的时候有点懵 但是也不要紧啊 我再给您说一个小例子 您来感受一下啊 咱说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咱就说郭德纲 郭德纲带着鱼签 带着他的徒弟 是不是去过澳大利亚 我好像还是看见过啊 就在那个什么抖音上 在哪看见过那个片段 那么我们还跟大家说过 说郭德纲这个德云社呀 它就是属于原来应该交营业税的 然后呢 在2016年的5月1号 把它变成了营改增 就因为是那一天是生活服务嘛 整个都转过来了 那么您知道这个郭德纲的德云社 它的这个属于生活服务当中的什么吗 它当然不能算作什么餐饮住宿啦 也不能算作旅游娱乐 它不算娱乐啊 也不能算作教育医疗 也不能算作居民的日常服务 那它算什么呢 它算文化体育 它是文化行业 那这时候你看 我们就出现一个问题 说郭德纲的德云社 它是我们境内的一个企业呀 它是个公司呀 那么它现在呢 就跑到了澳大利亚去 它既然跑到澳大利亚呢 它就向境外的单位 比如说向澳大利亚的一个公司 或者向澳大利亚的人嘛 向他们向境外的单位提供的 完全在澳大利亚消费的服务 你看它完全在澳大利亚消费的是什么服务 就是这种文化服务啊 我给你们输出我们的语言文化等等 那么您知道 这时候我们对于郭德纲的这个德云社 咱们国家给它什么政策吗 是给它零税率吗 No 不是 那你要说了 你怎么知道不是啊 因为我们说了 但凡给到零税率的 全在我们PPT上了 就全在这了 真正现在给到零税率的就是货物 大部分是给零税率的 然后关于服务这个方面 您看见了吗 给零税率的是国际运输服务 航天运输服务 这是代运输的 然后就是向境外单位提供的 我跟大家说的那个 沿河社广转 电信业力转 只有这十种情况 我们是给免税并退税 那么郭德纲现在把他的文化服务 就相当于是卖给了境外的单位 而且完全在境外消费掉 完全在境外听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给的是什么政策呢 是免税的政策 免税就不是零税率了 零税率是免税还得退税 但是我们给郭德纲是只给免 那么我们到第七节就会给您讲 给他没得可退 他就说的不好听的 他就带了张嘴出去了 难道给他退张嘴吗 所以我们到等到第七节的时候 就会给您讲退税 我们是给您 就给他退的是 这个曾经承担过的增值税的 进项税额 但是你说说个相声 他又啥也不买 他充气量就买个那个 那叫什么什么什么 那东西我也不知道叫啥 就买个那个 或者买个桌子啥的 所以他没得可退 你又不可能退他张嘴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只给他免税 不会退税了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说咱们现在学的增值税 并不是很完美的增值税 并不很完美 为什么 因为正常来讲 正常来讲 增值税 它就应该是消费地增税 既然你郭德纲带着人 到了澳大利亚去说相声 那么澳大利亚的当地的政府 是会找郭德纲来收他当地的 比如说增值税的 那么我们国家就不该收 我们国家就不该收 但是如果人家 郭德纲说了 你说我们到外地 到外国 我们去说相声 我们最起码还一人做一身袍 做衣服 我们做衣服 我们也是承担了增值税啊 那个静向税 又怎么不给我们退啊 你看他确实是没给他退 所以我们说 现在我们中国增值税 并不是很完美 他就是总是欠点火候 为什么要欠火空呢 但也看国家的财政 国家说了 现在就是鼓励 从科技角度上发展 所以您看 真正给零税率的 就是既给免税 还给退税的 您看 全都跟科学技术有关系 真的是跟科学技术有关系 那么如果我再跟您说一个 您可能更能理解出来 比如说我有个好朋友 他们家的先生呢 是我们天津水利部门的 就是搞这个勘测勘探的 然后呢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 就说哎呀 你这又去哪了 就刚回来 他说我去卡塔尔 不是外国吗 去外国了 那这时候 他到外国干什么呢 他干的就是关于水利的勘测和勘探 就说这哪有水啊 能不能弄个桥梁啊等等 那么我就会问 我说卡塔尔的企业 让你们去给你们钱 那么你们需要在中国交增值税吗 他说我们不需要交啊 我们是在国外干的活啊 我们在国外得交啊 那我就会又会问他 我说你们在给到卡塔尔 给人做勘测勘探的时候 你们需要买什么原材料 需要买什么设备吗 他说当然得买啊 那设备好贵的 可能得好几千万 好几十万 我们带过去 很精密的东西 那我马上就会问 那你们带过去的那个 很精密的那个东西的增值税 当时你买的时候 比如说你 三百万买的 你还承担了三十九万的增值税 那么那三十九万增值税 国家给你退吗 没听说给我们退啊 我说对这不给你们退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我们后面 第七节讲到的 咱们国家对于到境外 看见了吗 向境外单位提供的 完全在境外消费的 呃 勘测勘探的服务 只给免税 不给退税 可能从习大的角度上来讲 就是说那么受累的活 啊 咱就不给退税了 你不给你退 那他买的那个设备 花了三百万 又承担了一个三十九万增值税 肯定是要卡塔尔 那个公司来承担的 因为我给你干活 我为了你买的那个设备 那你都承担 很正常对吧 那他们肯定也 也必须要承担嘛 要不我们就不去了 但是国家为什么 在勘测勘探这 不给免 不给退税 只给免税呢 可能也是跟国情有关系 如果有一天 咱们国家财政 确实有很多钱的话 就给他免税并退税 就跟这些一样 都是免税并退税 那就会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那就可能会有 更多的国家 让他们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人 就是小赵吧 到全世界去给人家做 勘测勘探便宜啊 那么我们增值税 是这个没有让对方 就卡塔尔那个企业来承担 但是呢 他必须要给我们 勘测勘探费呀 我们还要挣他这份钱 对吧 这也是一个阶段 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要知道 我们国家对于 跨境提供的服务 真正的给到零税率 就是又免又退的 就是两个运输 再加上这十项 你可以理解成十二项 咬牙跺脚就这十二项 其他的全是只给免税 不给退税 那么结合着第七节 啊 我们再跟大家进行介绍 到第七节 您知道为什么是零税率 怎么退税 可能在回忆起来 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比较好理解了 那么我们这一讲当中呢 还有一个 是上次没讲完的 大家跟我来看一下啊 我们上次没讲完的 关于零税率当中呢 说有一个 其他零税率的政策 我们在上次给大家讲的时候 是不是提过 国际运输服务 国际运输服务一定要扶持 本国的这个运输企业 不管是航空的运输 还是这个远洋的运输 你不扶持的话 那么中国到美国 中国到欧洲 所有的跟中国相关的 这种运输的业务 都由外国企业 把这活就拦走了 那么我们就跟他竞争不了 那就说明我们到最后 挣不着钱 我们还是得掏运费的 对吧 你到最后就形成垄断了 人家认为你中国航空啊 或者是船运啊都不行 那么他们找咱要价 可能运费就会很贵 这时候我们也是为自保 体现民族的主权嘛 就是你们发展你们的航空 我们也发展我们的航空 你给你们的 这个跑国际运输的飞机 和这个航空公司 免税并退税 我们也给免税并退税 所以这确实就体现出 咱们国家的政策 看见了吗 国际运输 一定是免税并退税的 那么现在我们马上要讲的呢 其实就跟着 我们刚才说的国际运输结合 只不过说的更加细致而已 您看刚才我们说到的 什么从那个在境内 把人把东西弄出去 这是从境内弄到境外 这是从境外弄回境内 这是完全在境外 就是包括人和物 就跟我们一样 你说我现在从中国想去美国 那我肯定要做一个飞机嘛 那谁给我提供 谁给我提供的 那我可能会 会做中国的航空公司 我可能也会做美国的航空公司 那就哪个便宜 我做哪个 所以他们航空公司 这些不就在竞争吗 竞争都愿让我去做他们的飞机吗 但是这种普遍情况 但是还有一种呢 就跟我们老百姓关系并不大 它都是属于那种 跟公司联系比较紧密的 大家跟我来看啊 比如说第一个就很简单了 刚才第一个是很简单 说的是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你应该取得相关资质的 国际运输服务项目 如果这个纳税人 取得了相关资质的话呢 那好 就让他适用增值税的零税率政策 那其实说的就是航空公司 你现在有些航空公司 他只能跑国内航线 有些呢 他想跑国际 但你要想跑国际航线的话 你必须有资格嘛 比如说你航空公司 哎呦 终于把这个国际航线拿下来了 你有资格了 那好 我们就会给你免税并退税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你没有这个资格 但是你也跑了 大家说 这是不是有违法行为啊 那么可能 就是咱们不太了解啊 在他们那个行业当中呢 可能就是 因为你毕竟也是跟国外在竞争嘛 所以中国政府对我们本国的航空企业 肯定也是 关照的 就是你可能还没有取得国际的这个 这个航运资格 因为国际的航运资格 它不是我们中国自个儿能说的算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取得资格 你也就跑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 我们中国呢 就是说 因为你确实是没有资格嘛 你就确实用不上这个零税率 那么我们只会给你一个免税 不会给你退税 大家看一下就行了 你看 没有取得的 就是用增值税的免税政策 那有人说了 增值税的免税政策 到底是怎么说的呀 我们现在还没有提到 是第几节呢 是第七节 等到第七节的时候 就给您讲到免税的问题了 现在只是从税率角度告诉您 如果您要是跑了国际运输 并且有资质 大部分都是有资质的啊 并且有资质的话 是会给您零税率的 这个很简单 对吧 我们就假设 它前面这些都是有资质的吗 就是零税率 好 接下来再说的这个 就跟我们老百姓 关系不是特别大了 大家给我看一下啊 第二个情况 看着啊 第二个情况 他说境内的一个单位 或者个人呢 他提供的是承租服务 如果租赁的交通工具 用于国际运输服务 或者是港澳台运输服务 那么此时呢 就由出租方按照规定 来申请适用增值税的零税率 那么首先您看 这一说一承租 您会想到 哦 原来我们在讲增值税 征税范围的时候 讲过五租 对吧 这五租分别是 成族 七族和师族 他们都算作交通运输服务提供的 还有呢 就是光租和干租 他们是属于现代服务当中的租赁服务 当中的有形动产的租赁 没错吧 我们前面讲过这五租 那么现在如果在深究 说这个现在要讲的成族和七族 有什么区别呢 您就记住了 成族 它就是按理成的 那么我给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 华为公司 现在就找到了一个远洋公司 就跟找到了 比如说天津远洋公司 然后华为公司就跟他谈 说那个我要 这个坐你的船 从天津出发 天津也有华为的这个办事处 应该是 然后呢 这个天津远洋公司说 可以啊 您去哪啊 这时候 一说 吓他一跳 我去美国 然后这个天津远洋公司说 哦 原来您是从天津 打算坐我这船上船 然后您让我给你拉到美国是吗 是 那您能给多少钱呀 说你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这不就是一个运费的问题吗 没问题 天津远洋公司心想 这可弄了个大火 我拉着华为公司的一帮技术人员 我给他们送到美国 那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天津远洋公司提供的 其实就是一种成租 就是相当于是什么 呃 我其实就是从天津到美国 然后你就拉着你们走 那么此时 呃 这个华为公司要给天津远洋公司运费呀 那么天津远洋公司呢 他不需要找华为公司要赠纸税 而且他这个船舶公司 肯定还要买燃油啊 肯定还要买一些东西啊 尽向国家还给他推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天津远洋公司 不把这个活拿下来的话 华为公司可能就会找到一个美国的远洋公司 那么这笔钱不就让人美国公司挣走了吗 所以我们一定是保护自己的企业 所以大家跟我来看 说境内的一个天津 天津不是境内吗 天津的远洋公司 他提供了承租从哪到哪 那么如果租赁的这个交通工具用于国际运输 或者是港澳台运输 那么出租方 出租方是谁 就是天津的远洋公司啊 他就可以按照规定申请零税率 所以当他申请零税率的时候 他会告诉华为 我给您报价绝对便宜 为什么 我不收您增值税 而且我曾经 我拉着您走不得买油什么的吗 我曾经承担过这么说 国家都退给我 我也不会转嫁到您身上 所以您用我们就对了 您可千万别用美国企业 您可千万别用什么日本的航空 这个日本的这个传播企业等等 他就是为了保护本国的远洋运输企业 好这是一种叫什么呀 他叫乘租 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么您了解什么 在乘租里面 您就记着是华为用了天津远洋公司的船 天津远洋公司是属于出租方 因为他带着华为的人到了美国 所以提供的是国际运输 此时天津的远洋公司是可以申请免税并退税的 那就是用零税率 啊用零税率 好接下来这是什么情况呢 他说境内的单位或者个人 向境内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了是 七租和失租服务 然后呢如果这个成租方利用租赁的交通工具 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国际运输服务 和港澳台运输服务 那么由成租方来适用增值税的零税率 哎呦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是什么意思呀 您听着啊 华为公司不是刚才说找到天津远洋公司了吗 说我要带着我这个人要走 对吧 这时候呢他叫成租 这个成租就是里程嘛 把这个里程定下来 而且天津远洋公司也说了 您得亏找我了 我就是常年跑天津到美国 天津到美国的 OK成租 那么接下来呢 说华为公司呢 就说哎 你们这个天津远洋公司啊 服务真好 太不错了 那个骂玩意儿吧 那个我还得找你们 啊 这个近 二十天内吧 我还得用你们 然后你把我的员工啊 哎 从深圳 给我运到日本去 这时候天津远洋公司啊 就说了 哦您还有活啊 可能那个从深圳给我运到日本啊 我那些员工要去日本 然后天津远洋公司心想 坏了 我没有船了 因为咱有线啊 就买了这么一艘船 跟他跑美国了 没有了 那怎么办呢 没事 天津远洋公司 他可是个船运公司啊 他的周围的哥们兄弟 全是干这个的 他这时候就找到了谁啊 大连远洋公司了 他就跟大连远洋公司说 哎 你那还有没有富裕的船 我现在有个大活 我得把这钱挣下来 大连那边说 有啊 我挣富于一艘船呢 要不你弄走 行行行 我弄走 这时候你看 是不是天津的远洋公司 其实此时 他就是一个什么 成租方 那么作为大连的远洋公司呢 他就是个出租方 其实这个活谁弹下来的 天津弹下来的吗 那这时候谁跑啊 其实是天津远洋公司跑 他带着这个华为的员工啊 这个船上用的这些东西啊等等 还有这个船长啊等等 他跑 所以这时候谁来办理退税呢 成租方来办理退税 谁干活啊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天津远洋公司在干活 这时候大家给我看 就在这了 他说 境内的单位或者个人 向境内的单位或者个人 提供七租和失租服务 你看啊 在这里面 相当于是大连的远洋公司 向天津的远洋公司 提供了七租 也就是二十天内大连把这个船就租给了天津的远洋公司 这时候您看 如果成租方 成租方不就是天津远洋公司吗 如果成租方利用租赁过来的交通工具 向华为又是提供国际运输 不是说给他从深圳弄到日本吗 或者提供港澳台 我们把港澳台也视为是境外 就在税法里面啊 然后这时候由成租方 成租方是谁 天津远洋吗 由成租方来试用零税率 因为此时你会发现 就是你所有的干活是天津的远洋公司在干 买东西也就是天津的远洋公司在买燃料等等 所以由天津的远洋公司来干 就他来试用零税率 能理解哈 好 那么后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境内的单位或者个人 向境外的单位或者个人 提供的是七租和四租服务的 此时就由出租方来试用增值税的零税率了 这就是大连那边 刚才我举了一个例子 大连那边他就是出租房 对吧 大连远洋公司说了 哎呀我最近一共就两艘船 对吧 我也懒得干活 有一艘船呢 已经就就七租嘛 按时间都已经租给天津远洋了 跟我哥俩关于不错 我都租给他了 还有一艘船 这艘船你找谁来租的吗 哎并不是天津远洋公司 而是韩国的一个船运公司 找他租 哎韩国的那个公司说 哎你要不想干了啊 你大连这个远洋公司不想干 把你那个富裕那艘 你租给我吧 好在这种情况之下 真正干活是谁 是韩国 但是我们作为中国税务局 不可能去会给韩国企业来退税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给谁退税呢 我们是给大连的远洋公司来退税 其实说句到家的话 此时你韩国的公司 你不得给我大连公司租金呢 你不得给钱啊 当然也得给钱了 你不能白用这个船呀 所以我们这个中国政府真正退税的时候 像刚才 这个天津的远洋公司租的是大连的 那好 都是咱中国的企业 这时候我们退给谁呢 直接就退给成都人 就退给了天津了 但是如果你是韩国的 你租了我大连的 我们中国政府不会给韩国退的 因为也没法退 对吧 你货币都不一样 所以这时候我们也是鼓励 我们退给谁 退给大连 退给大连的话 那大连此时他在往外出租他这个船的时候 找韩国这个远洋公司要的钱也少 其实我们里里外外是鼓励什么 鼓励所有的远洋运输企业 要不你就自己辛辛苦苦的干活 要不你就玩命的把你的船租出去 反正在国际的这个国际的运输 交通运输当中 咱们得有一席之地 所以咱们一定是大力的鼓励 这种事发生 在这就很多人不明白 为啥呀 一会是乘租方 一会是出租方乱套了 所以您把我这个例子记下来就好了 行吧 那么您看在这个例子当中 你像说这种情况下 您好理解吗 这种情况下 就直接天津的远洋公司 直接拉着华为的员工就去美国了 谁来办理零税率 免税并退税 出租方天津远洋公司 那么您看三里边的例子是什么 天津远洋公司船不够 您知道华为遍地都是它的分公司 遍地都是它员工啊 我们到后面讲 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经常会提到华为 企业所得税也会提到它 所以您看到三的时候就是 它还有一波 要从深圳到日本 那这时候天津远洋公司船不够了 但它服务很好 我还要用它 那它可能就会找大连其他的公司来租 那这时候到底谁来去享受这个零税率呢 那么我们说的是乘租房 看见了吗 但是如果是韩国的租 那我们就退给谁 退给出租房 其实就是你就知道退给谁 就OK了 或者叫谁享受零税率 就OK了啊 完了 这都是跟国际运输有关系的 然后接下来您看第四种情况 它说的是 境内的单位和个人 以没有运输工具乘运方式 来提供国际运输服务 由境内的实际承运人 来适用增值税的零税率 你看 说没有运输工具 承运业务的经营者 适用的是一种免税政策 这是什么情况呀 这就是华为公司 现在有员工 比如说有北京的员工 要去澳大利亚 爱说也得坐船 对吧 或者也得坐飞机 反正不管做啥吧 反正得过去吧 那这时候就有一个人 跟任总关系特别好 任总 你这员工过去 我替你给员工们拉过去吧 那其实不就是 相当于从任总手里拿活吗 找任总要钱吗 任总说行啊 该多少钱多少钱 你把又人让财物给你打过去 其实呢 他就是跟任总关系好而已 他根本没有船 他也没有飞机 他就叫做没有运输工具 但他把这活揽下来了 揽下来完以后 他再去找天津远洋公司呀 他再去找东方航空公司啊等等 那么这时候我们真正给谁退呀 我们不会给这个中间没有船的人 因为毕竟不是你干活嘛 我们是给这个实际乘运人来退的 那么中间这个人呢 中间这个人毕竟你促成的这个买卖 还是最终的消费地还是到了国外嘛 所以我们中国还是给免税了 我们不争 也是鼓励这种运输服务 你就是有能量 但是你没有本事 你只是说你认识任总 所以给你一个免税 不会找你征税的 也不会给你退税 所以大家看一下 这不就是境内的某一个人 比如说他跟任总关系特别好 他以没有运输工具 他就成员方式提供了国际运输 然后由境内的实际成员人 适用零 没有运输工具成员业务的经营者 就是那个挺能挺能白活的那个人 然后他是免税的就得了 在这儿 我希望您还是自己把它梳理梳理 自己把我那几个例子 自个儿画一画写一写 天津远洋大连远洋 然后这个这时候是谁享受 是到底是出租方享受啊 还是成都方享受啊 这个大家要看一下 您看这是出租房 这是这个出租房 那个是乘租房 对吧 这个是经营者呀 还是实际成员人啊 了解一下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您再看这个五啊 这个五全都是跟这个国际运输有关系的 那六呢 其实没有意义了 六说了 境内的单位和境内的个人 发生的与香港 澳门台湾有关的应税行为 除另有规定之外 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也就是说 我们说日本 说韩国 我们说香港 说澳门 都把它界定为是境外 在税法里头确实 它跟我们的税种都不一样 那我们就认为 就比照了境外 但它是属于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吧 了解一下就完了 好 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已经把关于零税率 出口的这些事吧 跟大家又道了道 然后呢 我们又相当于是到目前为止 把税率就算讲完了 税率讲完以后呢 大家看有个总结 您看啊 我们前面讲过 在货物的角度上来讲 除了出口 会用到0%税率之外 只要不出口 那么货物的税率就两档 不是9%的 剩业全是13%的 还是9%的少啊 大部分都是13%的 那么在这比较爱考什么呢 比如说用到9%税率的货物是什么 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干姜 姜黄 还有动物的骨粒 说实话 这个我都不太了解 只是强化记忆而已 那您说动物的骨粒 咱哪见过动物的骨粒啊 反正就是如果考试的话 它考到了干姜 那干姜 觉得就是咱家里厨房里 那个干了的姜呗 是吧 就姜黄 就这些东西 它是用9%的 您稍微记一下 因为我们曾经就提到过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我是特别懂的 一个叫做巴士 巴士杀菌乳 一个叫灭菌乳 为什么我特别懂呢 因为我一到超市 孩子要是想买个奶什么的 我就看 它是不是写着产品的种类 是不是写着灭菌乳 还是写着巴士杀菌乳 这两种任何一个都可以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的税率是9%的 如果我们家孩子说 来买这个 我一看 调制乳 它只要说了调制乳 或者它只要说了什么可可奶 什么巧克力奶 什么香蕉牛奶 我绝不买 因为那个时候 它的税率是13%的 哎呦 你可不能小看 它可是差了4%啊 100块钱差4块钱 那10块钱呢 就差了4毛钱呀 所以我从来不 不愿意多承担那些税 我说咱不要买那个 因为买那个 咱们就多承担了 增值税吗 但是我们后面就会讲到 为什么像这个香蕉牛奶 它用13%的 因为香蕉牛奶 它里面对了很多香料 它当时进向底的 就是很多是按13%底的 所以它在卖的时候 国家还是找这个 香蕉牛奶的生产企业 收13% 那么最终结果还是 老百姓承担吗 所以还是我们倒霉嘛 所以学完了税法以后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 你就会买了 我们就只买这种 这叫纯牛奶 只要你看到灭菌乳 巴士杀菌乳 它就是纯牛奶 里面什么都不掺杂的 既然里面什么都不掺杂 牛奶本身是属于农产品 那么它的这个税率 就是9% 这是我特别懂的 考试也特别爱考 当然后面也会提到它 还有呢 就是花椒油 橄榄油 核桃油 还有葡萄籽油 当然了 当然我们说 这都是老百姓 食用的一些油嘛 这些都是9%的 你别看橄榄油 有的是在超市 看又这橄榄油这么贵啊 但是橄榄油本身 就比这个其他的油贵点 但是国家并没有多收走钱 国家还是按9%收的 它之所以贵 可能是工艺 可能是原材料吧 等等 反正这个东西 它都是9%的 你要知道 那么还有呢 像小麦 像烟叶 这烟叶算农产品 还有农机的整机 您知道农机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到后面 也会讲到 跟农业有关系的 比如说耕地占用税啊 比如说房产税 城镇土地雄税 你看房产税 城镇土地雄税 都不争农民的 我们国家 您知道吧 每年中央文件 每年中央都要发文件嘛 中央文件是一个雷天下响 您记得 我们国家每年的中央文件的第一号 一定都是关于三农的 就是农村 农业和农民的 一定都是根据 就是关注于三农 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重视粮食安全 习大的说 粮食一定要安全 要保护18亿亩耕地嘛 然后呢 就是我们在农 这个既然你中央这么重视农业 所以农业它离不开机器 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做农业机器 叫农机嘛 但是农机呀 它跟工机就不太一样 大家看啊 农机是农用上用的机器 我们确实是保护的 所以如果是农业上用的机器的整机 就是整个的农用机器的话 你看我们是给你9%的税率的 那么工机是什么呀 不是那个咕咕干那个工机啊 这里面是工业上用的机器 我们可没有给9%的税率 正常还是13%的 那么此时你会发现 工机和农机 它们往往在零配件上是分不清的 可能这个螺丝钉在工机上也能用 就工业机器上也能用 在农用机器上也能用 所以您看我们的农机的零部件 正因为农机的零部件 工业机器上也可以会用到 所以它依然用的是13%的税率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整机是9%的 所以在这我给您归纳总结一下 您需要重点看什么 看货物当中用到9%的 就是跟奶有关系的 还有跟油有关系的 比如花椒油 橄榄油 核桃油 葡萄色油 还有呢就是跟农机整机有关系的 还有跟烟烟有关系的 先了解一下这个就OK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用13%的呢 比如说像调制乳 我刚才已经说到了 还有烟丝 还有淀粉 淀粉就是我们家里 吃的那个团粉 也是厨房里的 但是呢 它就跟我们的食用盐啊 什么这个自来水不一样了 它是13%的 还有呢 还养大豆油 清化食物油 肉桂油 香茅油和安油 这些东西呢 您也不用过多的去理解它 全都是 对身体都不好 所以这时候它都是用13%的 它跟这9%的不一样 还有呢 就是关于麦芽和复合胶 以及人发 人发就是假发嘛 所以假发是我们说假发 但是人家假发常说 我这都是真发 真人发 所以人发它也是13%的 这个大家都了解一下就完了 就是我拿出来这些东西呢 给您稍微的说一下 您知道 最起码您要知道 货物就两道 除了出口之外啊 在不出口情况下 就两道 不是9的就是13的 你要问我哪些是13的 我可穷尽不了 你要问我哪些是9的 我还能跟您说到说到 就是9的 毕竟用的还是少 对吧 前面我们也给您讲过 什么自来水的等等 好 那么这个总结呢 我们就给大家说完了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个题目吧 这是2020年考的 他说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发生的下列硬税行为当中 应该是用6%税率 来计证增值税的是哪个呢 其实您在考试的时候 不一定每个选项都会 但是四个选项当中 像单项选择第一 你有三个是有把握的 其实那个你不会也无所谓了 对吧 那您看谁用6%啊 货物有用6%的吗 没有 货物很少数用9% 大部分用13% 如果是出口的话 那就是大部分0% 对吧 那么谁会用到6%啊 我们不说的 是2加2加1 您还记得吗 这个2加2 第一个2是什么 对 电信服务当中的增值电信服务 加上金融服务 第二个 那个2呢 是现代服务 当然了 现代服务当中的租赁服务 是除外的 然后再加上生活服务 然后2加2加1啊 加那个1是什么 是无形资产 当然这个无形资产 是不能包括土地使用权的 不能包括销售 或者是出租土地使用权的 所以 那就是什么专利权啊 等等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您看A选项 当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提供的是建筑施工服务 哎呦 您一看 建筑施工服务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服务里面 交通运输服务 邮政服务 电信服务 第四个不就是建筑服务吗 建筑服务是多少 9%啊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过的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B选项 他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通过省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设立的交易平台 转让了一个补充耕地的指标 哦 这时候您一看 哎 它转让的是一个指标 其实一个指标 就类似于这个无形资产 虽然我们之前没有提到过 但是您也得想 如果A C D都不是的话 那么B肯定就是了 对吧 那现在我通过这个题目 告诉大家 这种指标 如果一旦考到的话 关于补充的耕地指标 它就是属于转让的一种无形资产 既然是一种无形资产 它又不属于土地使用权本身 它是个指标嘛 它并不是地本身啊 所以这时候它就是应该用6% 选什么 应该选的是B 然后接着您看C选项 它说这个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出租的是他2020年新购入的房产 那您一听说 哎 它出租的是他的房产 那应该算什么呀 当然算它提供的是一种 现代服务 是现代服务当中的租赁服务 因为现代服务是琳琅满目 有两个跟技术相关 有两个跟幅度相关 对吧 它提供的是跟柳传志相关的租赁服务 而且是属于租赁服务当中的不动产的租赁 那么不动产的租赁是多少税率呢 对 是9%的税率 好 出租吗 9% 然后接着您看一下 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销售的是非现场制作的食品 不是现场制作的 而且它是个食品 比如说是一种早就做好的真空包装的烤鸭 那自然应该算作销售货物 那应该按13%咯 看见了吗 这个题目问大家是用6%的 您知道了 说A和C全是9% D是13%只能选谁 只能选B 所以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选项A属于提供建筑服务 适用9%的税率 选项B 纳税人通过省级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平台 转让的补充耕地指标 是按照销售无形资产来缴纳增值税 税率为6% 它不能算地皮啊 地皮是9 地皮就是土地省权 选项C属于不动产的租赁服务 适用9%的税率 那属于是租赁服务吗 租赁服务又是属于现代服务里面 选项D 纳税人现场制作食品 并直接销售给消费者 属于餐饮服务 但是您销售的是非现场制作的食品 属于正常的销售货物的行为 既然正常的销售货物 那大部分货物都是13%的呀 好这条题应该选的是B 对吧 就是在考核大家用什么税率的问题 接下来您看2018年 我们在这又考了一个单项选择题 它说的是境内的单位 或者境内的个人 个人既包括咱们这种其他个人 也包括个体工商户吧 说境内单位和个人发生的下列跨境的应税行为 所谓的跨境就跟我们的货物出口一样 货物叫出口 但是服务呢不能叫出口 所以我们叫跨境 就是我走出去给你提供这个服务 我走出去给你干活 对吧 所以他就说了 下列的跨境应税行为当中 适用零税率的是哪个 哎呦 哪些是适用零税率的 咱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咬牙剁脚 说我们要扶持这些行业的 大家跟我来看一下吧 你看说境内的单位和个人 向境外的单位转让的 完全在境外使用的技术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 沿河社广软 电信夜里转 转不就是转让的技术吗 所以这个确实用零税率啊 确实用零啊 是最后一个转让技术 再来看境内的单位和个人 向境外的单位提供的 完全在境外消费的电信服务 我跟您说您看我们前面是说了 什么沿河社广软电信夜里转 您说哦 电信夜里转 那这个肯定也是零税率吧 绝对不是 您看我们说的 沿河社广软电信夜里转 这个电指的是电路的设计 以及电路的测试 信指的是信息系统服务 所以不包括电信服务本身 不包括啊 比如说电信服务 这点我知道 像咱们国家到目前为止 有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中国移动 对吧 我们还是属于垄断 不允许外国的电信行业进入 但是现在我听说啊 国务院现在也觉得电信公司 现在就是不管是联通 还是移动能 对老百姓不是特别好 套餐又贵 而且又不给降价 而且网速还挺慢的 所以现在想引用 引进外国的这个电信公司了 其实我跟您说啊 引进外国的就对了 你像我们 我们国家的中国电信 一直在美国给人家提供电信服务的 也就是说美国一直是放开的 当然了 美国政府开始驱赶中国电信 说咱们中国电信公司 在美国窃听他们的情报什么的 所以要驱赶咱们 但是从通过这个例子 您就知道 我们境内的电信公司 是确实跨境给外国提供了电信服务 但是它不是我们给零税率的情况 那也就是说只给免税 不给退税 只给免不给退 所以您看一下 那么结合这道题来讲的话 既然您是电信服务吗 所以只给免税 那么只给免税 哪写着了 还是那句话 到第七节我们就会给您讲到 再来看一下 C说境内的单位和个人 在境外提供的广播影视节目的播映服务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 说这个在跟广播影视有关的 那就是只有你制作 就是你帮着人家越南 你帮着人家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泰国去制作电视剧 或者你的你的电视剧 发行给他 卖给他 这时候我们才是给你 零税率 但是你只是说 啊 甄嬛转挺好的 我拿着我的甄嬛转 到了泰国 我给他们播映放映 这时候国家还不是 特别的满意 国家满意 国家想什么 国家想让你把甄嬛转也好 这个转那个转的 卖给他们第二台 发行给他们 挣他们的这个这个 这个发行费 所以这个我们是给零税率的 如果仅仅是播映的话 只是到免税 到第七节 我们会给您讲到 您看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关于广播影视节目 或者广播影视作品的 制作和发行 我们给的是零税率 免税并退税 但是如果是播映的话 我们不会给他零税率 不给零税率 他毕竟消费地是在外国嘛 那自然我们就是免税了 啊 属于不属于 那个 就是那个 我们的 我们有没有征税权呢 有 在我们有征税权的情况之下 我们国家就免税 但是我愿意啊 我们政府愿意给免税 或者政府愿意给免税并退税 那是政府的态度 政府想 这个鼓励这个行业 对吧 所以您看 这一说播映 那他只能是免税了 如果是免税的话 就第七节会讲到的 接着我们来再看一下 第一选项 境内的单位和个人 没有运输工具 他就跟华为老总 人总关系好呗 然后就承运了这样的业务 说 无运输工具 承运业务的经营者 提供的国际运输服务 我们只是给他什么 免税 国家不会找他收税了 但是我们是给实际的经营者 实际的成员人 是免税并退税的 对吧 那好 这要题您看应该选什么呀 只能选的是A了 选项B C D 全是适用增值税的免税政策 免税政策是第七节 第七节 我们就会给大家讲到这个知识点 OK 好 那么到此为止 其实我们已经把第三节当中 跟税率有关系的内容就讲完了 对吧 对吧 对吧